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带您走近艺术家 畅聊艺术人生 感受艺术魅力 点亮星空 精彩无限 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 各位华语电视的观众朋友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音 对话艺术家 咱们继续讲故事 讲在外白老会舞台上上演的 中国古典故事而用英文来演出的这一出剧 在八月份也掀起了一个小的热点 其实在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 给大家介绍了有制作人还有编剧监制 今天我也请到这个剧目当中的女主角 她的名字叫李凯迪 哈喽各位电视机前和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李凯迪 是一名舞者和演员 是一名舞者和演员 我认识凯迪很多年了 2016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看她在雀跃在林肯中心的舞台上 那今天她又给我们了画了一个角色 对我来讲还是蛮感兴趣的 那这个剧就是叫中文的话叫风子香 这一部剧刚刚演出落幕非常成功 祝贺你们演员剧主 学习所有团队的工作人员 对 非常好 那刚刚我们的这个上一期 我给大家讲这个故事了 接下来就跟你来聊一聊 你是什么时候接到这个剧本的 原来不是跳舞的吗 我是 学跳舞的 对 本科的时候是舞蹈专业 然后研究生的时候学的就是表演 然后跟这个剧组的渊源 应该是来自于上个冬天 上个冬天在歌大 对 在歌大黄哲伦的课上 然后我当时为一个朋友去读他的一个剧本 然后在这个剧本的课上呢 就结识了这位编剧 雨婷 对 雨婷当时也是作为访问学者参与了那门课 然后他当时就比较喜欢认可我的表演吧 然后就留了联系方式 之后在三月份又联系到我 就是他发现我也是一名就是汉服同袍 对 我们都很喜欢汉服 之后呢 就是他告诉我说 他想做一个这样的中国古代这个故事的 这样一个英语的这样一个话剧 我也很感兴趣 他说那要不你回来试一下 我们有一个剧本朗读 好像是在四月份 就是我们一起在歌大做了这样的一个剧本朗读会 当时也是觉得很喜欢 然后当时两个女生角色我觉得都比较挺好的 然后后来就是这个第一轮的这个剧本朗读结束之后 他们就说那我们想邀请你来做这个 我们这个正式演出的演员 然后我说当然好啊 谢谢 对对对 很开心 太开心了 是吗 对 然后之后就我们也经历了漫长的选角过程 好像选了五轮演员 对 就为了选另一个女生 然后以及就是组建整个的这个团队吧 对 包括其实一个剧组方方面面的人 就是不可或缺 然后真的是很难凑到一起 大家的时间 因为大家有的时候也都是在 忙自己的时间 对对对 有的是在有自己的项目 有的是有自己的课等等 但是就是刚好就是因为在暑假期间 所以还是比较幸运能把大家凑到一起 然后方方面面的我觉得大家都是很优秀的来自于各大高校的 这样的一些设计类人才啊 就包括海报啊 然后舞台设计啊 制景 服装 灯光等等 都是好像大多数设计团队都是来自于耶鲁大学的 哦 所以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 非常阳光的一个团队 对 我觉得很幸运能够加入到这样一个团队里 很有效率 是吧 对 对 凯迪呢 他这个舞蹈跳得可好看了 凯迪你跳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七岁还是六岁 六岁半 对 基本上就是我的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跟舞蹈谈恋爱 对 这种感觉 那有没有觉得这个舞蹈是其实挺累的 后来才转型 说没有 没有跳 其实现在也没有转型 我也有两个都有做 就是我会觉得舞蹈对于我来说好像就跟吃饭睡觉一样 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缺少的生活的一部分 它可能并不是白月光 它就是白米饭的这种感觉 对 然后而且就是因为长时间能用舞蹈去表达自己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多了一种 就是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 用身体语言去表达自己 我会觉得有一种自由 尤其在练功房的时候 我其实很喜欢一个人去练功房练功 然后从小到大的时候也在练功房度过了很多生日 所以我会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是在练功房过生日是一种成为有一种仪式感的东西 然后但是平时呢 舞蹈对于我来说可能比较家常便饭 会习惯于这样的一种生活的一种寄托 凯丁你当时带着你的梦想来到美国 你是想把舞跳得更高呢 还是说还想再扩展你自己的一个艺术之路呢 我觉得可能是后者吧 因为我当时 其实我小的时候 我的声乐是比舞蹈少 晚了几年 三年的样子 然后连着学了有五年的民族声乐 所以到时候 但是中考的时候就选择了舞蹈 就没有再走 然后高考的时候也是就是考了舞蹈方面的 然后以至于我当时声乐老师都觉得 啊 你竟然不走声乐 就他很惊讶 后来我就考上了这边的就是表演系 就是更多片音乐剧方向 我是这样想可以把写作啊 因为我也很喜欢写作 写作 舞蹈以及音乐都可以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就选了这样一个专业 当时给声乐老师报喜的时候 声乐老师就回了四个字 还唱歌吗 然后就感觉已经四年了 老师都没放下这个心结 就他一直觉得很惋惜 我没有走 当然 然后我就觉得唱唱 然后赶紧给老师回 赶紧回来 就是一边唱一边舞了 唱和舞刚好就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对对对 我会觉得 然后后来学了这个专业也觉得挺开心 好像是拓宽了你的艺术道路 延长你的艺术生命的感觉 凯迪说他能唱歌 其实我一点也不相信 我觉得他说话吧 就是撒撒哑哑的 有点像莎士比亚的感觉 你当时学唱歌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声音 你说话和唱歌完全不一样 可能不一样 我说汉语跟说英语的感觉 位置也不太一样 也不一样 对我说话中文尤其就是 我妈妈小的时候就经常跟我讲 说话用真声 然后因为我可能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可能现在离他就是远 我妈妈管不着天高皇帝远的 然后就平时比较放任自流 然后但是英语的时候 就可能有一些发音原因之类的 你必须要达到鼻腔共鸣之类的 要靠上一些 像民族声乐或者是 就是音乐剧可能还有更多远一些 民族声乐的时候 可能更需要头腔鼻腔的这种共鸣 就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 是吧 对 所以呢 我可以学小黄人的声音 真的啊 对 应该我们学一下 你来 你来 唯妙唯消啊 你一定要百分百的 来咯 可以可以可以 对对对 完全可以 其实你声音可塑性很强 我希望是这样 因为我看了那个《生灵旗舰》 其实这也是演员的 因为声嘛 是演员的声 台行表的就是一个基本功 我会觉得这也 我也很乐于去尝试 看《胜离其境》的时候 我有时候也会就是 把它暂停 然后自己再去配一遍 我觉得很有意思 对 对于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追求 和这种快乐 只有在她的这个表情 和她的这个生活当中 才能够体现出来 凯迪呢 生活非常丰富 但是呢 这个生活当中啊 真的是每一步 每一个项目 都离不开你的这个艺术的追求 后来是什么姻缘 又让你跟汉服结缘呢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 我可能是作为海外学子的一种 对祖国文化的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 这样的一种心理需求 我当时因为我学的是古典舞嘛 当时要代表中国 去参加我们那个城市的国际艺术节 当时就是作为学校派你过去 然后你又代表中国这样一过去 我会觉得挺正式的 当时我就有点犯愁 因为我想就是做的是中国古典舞的这样一个剧目 但是我又没有合适的衣服 所以当时我就大概跟朋友求助了一下 然后有一个汉服同袍 就把他的那个衣服 就是汉服借给了我 他来我们家的时候 就是我第一次穿上汉服 我当时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我就说 我感觉好像我本来就应该长这个样子 就是那一瞬间的感觉 天人合影 直击心灵 之后就会自己去 结束完这个演出之后 那个演出效果非常好 当时是结束完之后 我记得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奶奶 到我们的后台来 然后说要找我 就是刚才就是跳中国舞的那个 然后我就想 我刚来到这儿 人生地不熟的 那有谁认识我 然后工作人员就叫我出去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 完全不认识的人 我以为是不是弄错了 他就说我找的就是你 然后我就走过去 他说谢谢你 就是走了那么远 把你们的文化带给我们 然后就深深地给我鞠了一拱 然后之后就抱了抱我 他当时就是 我感觉我听完这句话 就是眼眶就湿热 好感动 对 就没有想到 我以为我只是像上台 跳了一支舞 我以为只是可能就是 穿了一下汉服 跳了一支舞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可能是透过这样一个剧目 看到了一个古老的中国 或者是怎样 包括之后我去跳长丑舞 也有观众就找到我 特别兴奋地说 我一直以为那是 只有画上才会有的 我都不知道 这个舞蹈竟然可以活着看 然后我 飞天是吗 对对对 飞天的一个长丑舞 我会觉得可能 就是这样的经历多了吧 你会觉得身上 就是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 你在台前去工作 你身上有这样一种 传播足够文化的 这样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凯迪啊 她自己讲起来 滔滔目绝 汉服她有表演 她也学去制作 好像我也看到你 一些这个社团活动 这样 咱们呢 先稍微休息一下 好的 有关李凯迪的 艺术生涯的故事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